準備開始第三天的宅宣營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第三天的宅宣營 第三天我們主要介紹一下阿雲諾的處代 我是主講者宏伊萱 這一位是負責程式介紹的陳侯玲 我們知道老師是美新教授 那雖然我學Argino大概半年 那可是還是不一定到專業的地步 所以如果同學有什麼意見 或是我講錯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提出來 好那 先感謝我們的組長 然後他幫我們做投影片的排版 然後幫我們接版子等等 首先這是我們的大綱 那我們 我們會從Argino這個板子開始介紹 包括到他的歷史他的遊覽然後跟他發展 那什麼是Argino我們會對他有個硬碟設備的介紹 那你要如何去使用他 包括到他的開放環境的介紹 那最後還會有一些例子的分享 那介紹開始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右邊這張圖 這張笑得很燦爛的鬍子大叔 他就是Argino的合伙創辦人 那他的名字叫Marcimo Banz 他是一個義大利的設計學校的老師 那我稍微講一下Argino的開發的歷史 那話說在2005年的時候 那Marcimo Banz他當時還是個義大利的設計學院的老師 那他的學生常抱怨說 如果要做電子零件的設計的時候 因為會找不到便宜又好用的電子板 那而顯得非常的麻煩 那所以說Marcimo Banz就 Marcimo Banz就跟一個西班牙籍的晶片工程師 Defi Crouch Codyalens 就是西班牙人 那共同討論這個問題 於是他們就決定自己做一個屬於自己的電路板 那以主打簡單好用 然後讓出學者可以比較容易的去玩 那為什麼要叫他Argino呢 在義大利的歷史學上有一個人叫Argino Bifra 那他生育95年 然後死於15年 那他是屬於義大利過去在殖民時代的一個魁爺皇帝 那為什麼要用他來命名呢 那其實因為這個事實已經不可考了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介意這個地方 那除此之外 Argino他在義大利文有一個意思 他是一個男子的名稱 那意思就是Strong Friend 就是強力的朋友 那再來我們要介紹 Argino他是一個微控制體 Nicor Controller 就是他的 他的板子上包含了Input Output 那CPU 那可能有一些還會有Power Jack USB等等 那Argino他自稱他是一個Physical Computing 也就是實體 實體運算的一個平台 那什麼是Physical Computing呢 他是利用電子零件為設計師和藝術家的新素材製作原型 那意思就是說設計師和藝術家 他可以利用 利用Argino這塊板子 然後去創造自己屬於自己的那個 創造自己屬於自己的產品 那他是只要利用感測器和驅動器去做互動 與人互動交流的互動裝置 那就是比較重要的地方互動裝置 那以往在Argino出現之前呢 人們如果要自己做 對電路板做一個創新設計的話 你就需要先找一個工程師 然後工程師需要從一小片一小片的原件開始製造 一瓦的製造 然後才會是電路板 那再來你還要會學 還會要會那個電路板上的程式語言 那不只為什麼你可能還要會燒錄等等 那這其實是對一些沒有學過程式語言 或是一些藝術家 沒有理工背景的人來說是非常非常困難一件事 也於是就是像一座大門一樣擋住大家 對Gate的設計 那Argino出現之後呢 就解決了這件事 Argino就像把那座大門打開一樣 那大家可以專心在於周邊設備的設計 那再來介紹的是Argino它是Open Source 包括它的硬體的設計圖 也就是它電路板怎麼裝的 然後怎麼如何設計 它都會公佈在它的網站上 就是供大家參考跟改進 所以才會出現這麼多Argino的相同版 以及Argino它的改版 那Argino它的開放環境也是在它的官網有 在它的官網上有可以自行下載的 那另外就是Argino它被大家稱為是 Argino它是電子的一個製作原型 那它主打是可以去感測 to sensor 然後包拔到紅外線 超生活等等 to control有按鈕 然後還有joey stick 也就是搖桿 那它也可以獨立運作 就是利用外接電源 然後插在它的PowerJack就可以使用了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Argino它是有Processing跟Wiring 這兩個開放環境所構成 那我們先介紹什麼是Processing 在2011年呢 Ben Price和Casey Briggs 在AIT實驗室發展的一個簡單的程式語言 提供一些視覺藝術家 提供視覺藝術家一個簡單的程式語言 讓他們可以用這個程式語言去開發 去創作他們的例如說繪畫動畫 然後互動設計等等 那他們寫出來的程式碼則稱為Sketch 那各位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們Argino它的開放環境 其實它有時候也會稱 我們也會稱它為Sketch 也就是Sketch的意思就是 是素描或是抄稿等等 那Processing這個地方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會說 它跟Argino是怎麼結合 那差別在哪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Wiring 剛剛介紹的是 剛剛介紹的Processing是針對視覺藝術家 那Wiring針對視覺藝術家去做藝術的改變 那接下來Wiring針對電子創作者 那它也是在意大利的 互動設計學院開發的 那它提供一套程式語言 短體開放環境和硬體電路板等等 那這就可以被視為它是一個Argino的前輩 最後要介紹的是Creative Common 那我們中文把它翻譯為創惡信心 那在以往還沒有 先介紹一下什麼創惡信心 它是一個非營業組織 那它所提供一系列彈性著作權方式 讓著作者可以更廣為流通與改作 那在以往還沒有著作財產權之前 各位都非常了解說 你的產品如果被別人抄襲 那它找你一步開發的話 它找你一步發行在市場的話 你就可能會虧一筆錢 那可是就即使是住宅財產權出來之後 你也可能因為有雷同的地方 而被別人告說侵犯住宅財產權 那創惡信心它主要的用意就是 在不能再可以 創惡信心它就是一個灰色地帶 就是你可以用它的產品開發 然後可是到你不能用它的產品 那它分為四個階段 那Argino是那個最 四個階段中最容易開發的 那就是BY跟SA 另外就是Attribution 那我想大概介紹一下Attribution 那就是使用者 你可以複製、發行、展覽、表演、放映、廣播等 透過訊息網路傳播本作品 那你必須按照作者 或者是受學人指定的方式 對作品進行性能的標誌 比如說你Argino你可以在任何場所去表演 去放映你自己的新產品 可是你在Argino版 你一定要提到它是Argino 然後你的Argino版 一定要亮出它那個 就是Argino這個標誌給大家看 那再來是SA SA就是Share alike 那除了剛剛那些條件之外 你還要 如果你要改變本作品的話 你要再遵守跟作品相同的授權條款下 你才能發布作品的衍生作品 那其實這是很重要的點 這也是為什麼Argino它可以在現在 在各國各點開花 然後也可以有相當有創意的那個 就是因為你可以去更改它的作品 最後要講到Argino它是支援互動 支援都要用互動程式 包括Adobe Flash C跟Processing 那我剛才也說過Processing在後面 我們會比較有詳細的說明 那另外就是Argino它是使用第一價格 唯出於控制器 在以往還沒有Argino之前 你要 我剛才也說電路板出了連接困難 然後它也會因為 那個控制器比較 比較貴 然後讓一些市井小們無法去碰 那再來它還有包括USB介面 然後它可能會有包含自己 就有PowerGEN 所以不需要外接電源 那還會另外提供直流電源輸入 那我們接下來要說一下什麼 Sargino 那Argino它是容易使用 然後擴充性強的硬體和軟體 它提供藝術家、設計師、業餘、HIGHOUT者 去進行有創意的創作 那板子的設備介紹之後 我們就交給陳友琳來說明 那我這邊簡單講一下這板子的介紹 然後首先先介紹它的微控制器 是ATMACA 328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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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電壓要建議是5 工作電壓固定是5伏特 然後如果你有外接電源的話 那這邊的輸入電壓 電壓推薦是7伏特到12伏特 我們可以看到這上面有4支接角 然後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數位訊號的那個 數位訊號的輸出跟輸入的接角 然後這個模擬輸入接角 然後 然後位置在下面這邊 然後 Series通訊的部分 然後 這邊 0跟1 這兩支接角 是用來接收還有傳輸 TTL訊號的序列資料 然後這兩支接角也 連接到USB COMMENTO晶片中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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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 欸 第13 在第13支接角這邊 欸 它有內建一顆LED燈 當 當那個接角 你那個 輸入電壓 是那個高電位的時候 那它LED燈就會打開 然後如果它是低電位的時候 LED燈就會關閉 那 剛剛 剛剛有說到那個 類比轉移數位的部分 然後 我們這邊簡單介紹類比訊號 然後類比訊號 這個是跟 數位訊號相對的概念 然後我們這邊以聲音的訊號為例 然後所謂的 所謂的 類比聲音訊號 就是 將聲波轉化為 實際的電壓變化 然後 欸 基本上在理論上 類比訊號就是 將聲波實際上的震動 震動轉化 轉化為高低電位的 變化 所以說 照理來說 類比訊號應該是可以 傳達最完整的聲音 那 那 那接下來是講的數位訊號 沒錯 沒錯 數位訊號 就是 就是 將類比訊號加以分割 然後將每一個分割 數上的 正幅值 轉化為數字 然後 數位訊號的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 比較容易編輯 然後 還有儲存 然後數位訊號幾乎可以 儲存在現今 任何一種數位儲存媒體上面 那 我這邊再稍微補充它剛剛 比較 比較沒講到的地方 那 這邊有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倒數第二個 這個 EEP root 那它的全名是 Electricly Ingressible Programable Rig Only Memory 也就是它是可複寫式的 電子抹除式 微谷記憶體 那就是你Arduino它上面一個 比較特別 你可以按Reset鍵 然後就可以重複稍入 你的那個 程式 那還有 PWM這個部分 倒數第三個 PWM 那PWM的全名是 Plus Wave Modulation 就是 麥坡寬度調整 麥坡寬度調整 或者 可以簡稱為 頻寬調整 那它常用的 電 它常用來 就是電子式的電壓調整 你只要 達到電壓控制 你就可以 就可以不用怕 你的設備燒壞 那我們待會兒 也會介紹很多 可能燒壞的例子 這樣 那各位 現在所看到的是 Arduino它的種類 是 是